今天的交通委员会由赵志委员给第五主持 一把委员杨宝林在会中赞扬近年来新车的驾驶安全高于新路跟民营车辆 所以他建议交通当局要采取新方的驾驶人员管理跟车辆的检验方法改进行车安全 他并且促进政府提早新建高速公路 交通部处长王江金、台湾省交通处长陈莱甲跟省公务局长李欣毅都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一把委员爱石也在视频里面指出 最近三个月以来也许发生了15次重大车祸 交通当局应该深切地加以检讨感情